中共中宣部发出通知将南州事件严厉定性为有境外敌对势力介入 同时要求各地媒体转载官媒环球时报批评南州的社论 引起了更多的民怨和反抗 中文网民周一开始在广州南方报业集团的大楼门口献花 声援南方周末编辑部 网友还在网上贴出了各地南方日报记者站的地址 提供给想到现场表达立场的网友 南方周末报社的部分编辑记者宣布罢工 怎么看这个被外媒认为是中国媒体人欲请新闻自由及宪政民主的起义抗争 请看本台记者的分析报道 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限辞被篡改 违反出版程序事件 官方媒体避而不报 微博世界却是相当热闹 声援南方周末行动得到来自媒体同行 律师 学者 高级学生 作家 企业家 演艺人士 以及中国网民的广泛支持 有媒体指称声援的南州事件逐渐演化为一场 欲请新闻自由以及宪政民主的抗争运动 像是媒体人的起义到来 不过南方周末新浪官方微博 1月6号晚间发表声明 指称新年特刊导演 不是早些媒体人传出的 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 妥证操刀 而是报社负责人曹宁 在此之前 南州官方微博管理人吴魏 已经通过个人微博透露 南州官方账号 他已上交给上级相关负责人毛哲 他不再对今后发布的内容负责 而经过官方认证的报社经济部微博 也发表数名南州编辑部的声明说 南方周末新浪官方账号已被强行收缴 此微博在2013年1月6号9点30分 发表的制读者并非真相 他们将陆续通过公开途径 发表准确信息 包括南州编委 经济部 文化部 新闻部等几十位记者 联署了这份声明 同时已经有多位南州记者 开始罢工 表示抗议 但是报社经济部微博 以及多位跟进发布事件媒体人的微博 却也很快地遭到官方删除 我90年代曾经在一个 中央部委的报纸做过总编室主任 像这种情况是很常见 但是呢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并且呢 大家的这个名字呢 也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但是这帮官员呢 还是采取那种管理媒体的方式 认为媒体嘛 就都是他们的领域 他们想干啥就干啥 他们就忽略了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这名原中央某机关报的中层负责人 刘雅伟认为 舆论阵地是中共当局的死穴 他们不会轻易放开 他说不要期望当局退让 而北京独立制片人朱日昆也向新唐人表示 他对抗争的结果感到不乐观 我觉得现在也还不能非常乐观 因为虽然说有不少的人在声援 然后南方周末 他们本身的很多人也出来表示自己的态度 就是实际上可能很多人 只是希望解决本身这个问题 而并不一定是说争取一个完全的新闻的自由 而中国新媒体人北风向德国之声表示 媒体人会提出什么样的诉求 将决定世界未来走向和意义 他们罢工这种激烈的行为 路能走多远 这要看他们的决心和勇气 在这里 开始